那在新聞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到 苗莉頭飯傳出的槍響 地點就在購物商場附近的民宅 被連開三槍 一樓的落地玻璃全都碎了 派出所所長正好人在外頭執勤 所以騎著緊通機車到現場要來攔車 祖先共犯總共六個人落網 說因為閒一天在飯局禁酒 結果雙方起口角 事後越想越不甘心找朋友來壯膽 同時開槍 祖先無姓男子走向七樓 他從背後掏出手槍開了一槍 這時屋主有人氣衝衝的上前要理論 被人反手拉住 這時祖先更大膽 直接站在玻璃窗前 碰碰碰又開兩槍 現場槍聲大作路人報警 恰巧出行的派出所所長 兩分鐘後到達現場 騎著緊用摩托車 立刻攔下共犯車輛 連同祖先在內 一共六人被帶回 走在最前方的就是無姓祖先 為何烙人開槍 他聲稱與被害人熟識 但在前一晚飯局中 因為禁酒口角衝突 事後越想越火大 找朋友壯膽開槍 被開槍的民宅在苗栗頭份 一間購物商場附近 事後警方起出該造手槍 空氣長槍各一把 禁酒起了口角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持槍轟名宅 恐怕開槍原因沒那麼簡單 記者彭志明 黃湘富 彭馨 苗栗報導 好 來看到這陣 讓大家覺得蠻離譜的 不少民眾會到中醫診所 針灸 結果回家發現針還在臉上 好 來看到民眾 來到中醫診所針灸 護理師拔針 之後發現腹部有針 沒拔掉趕快提醒他 就回家安全帽迎娜 下來居然又有一根針 卡在頭上 照片中的男子把額頭上 頭髮撥開 驚覺這上頭怎麼有一根針 趕緊拔下來 沒錯 竟然是針插在頭上 這根針的長度 起碼有四公分 真的把他給嚇壞了 原來彰化一名男子 因為失眠 日前到某醫學中心 中醫針灸 當時護理師拔針後 他發現腹部有針沒拔掉 趕緊提醒對方 結束後戴安全帽 起車回家驚覺 有一根針卡在右側額頭 如果針卡在中間不是就插進去了嗎 打回去護理師說我頭髮太長遮住 抱歉我頭髮太長 但是忘記拔針很常見嗎 而詢問其他民眾也感到不可思議 還有人說過往也曾遇過類似情況 而來到遭指控的醫學中心 院方也趕緊解釋 當天是醫師和護理師 雙方記錄真數的數字有誤 才會造成這起意外 導致護理師在接下來 就是取證的一個流程中 沒有取到這個正確的一個針數 院方強調未來會加強人員訓練 當事人也再次撲文 解釋事件告一段落 沒造成傷害不打算提告 但再看一次這驚悚畫面 針插在額頭上 所幸人沒事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記者陳盛委聯員兵王柏英 彰化採訪報導 在中和居然有千元鈔票滿天飛 陳姓警衛收取管理費 騎車沒有把錢給收好 結果43張千元鈔票 就在這麼慢天飛 一張張不斷的飛 直行路過三名的中和分局警員 趕快大家幫忙撿錢 同時來比對施主身分 最後也成功把錢還給當事人 讓這名警衛總算是鬆了一口氣 滿初心的還有在新北市中和 民眾在路邊的椅子上 發現黑色箱子打開一看 居然是僅用酒測器 趕快送回派出所 還把這個經歷PO上臉書 引起的大批網友都來求勝 民眾冒雨騎車到派出所 不是為了備案 竟然是為了歸還這個東西 民眾撿到一紙黑色箱子 上面還貼著大大的中和交通分隊 打開一看不得了 竟然是一組僅用酒測器 民眾一頭霧水 趕緊PO文詢問 內容更表示 在路邊椅子上 都可以撿到酒測器嗎 天文一出 馬上引來網友朝聖 直呼太扯了吧 遠景報告肯定寫不完 更有民眾逗趣表示 幸好當事人不是撿到槍 對於遺失酒測器之行為 內心深感懊悔 後續將交友本分局督察組進行調查及論處 原來當時遠景正在處理交通事故 執行酒測之後 因為當時雨勢太大 竟然出行將酒測器 遺落在路旁長椅上 事後遠景發現酒測器遺失 趕緊跑回現場尋找 卻正好被民眾送到派出所歸還 虛禁一場 酒測器遺失地點就放在白色長椅上 黑色外觀確實非常顯眼 遠景冒著大雨處理事故固然辛苦 但粗心遺忘酒測器 還被民眾拍下PO網 這下恐怕難逃懲處 換取教訓 記者神聖茂游操新北採訪報導 台南有進口車場凌晨發生大火 農煙不斷地飄出 弥漫了好幾公里 消防隊在一個小時才把火勢給撲滅 同時農煙飄到5公里之外的工廠 造成警鈴大響 讓消防隊以為又發生了另一起火警 全新進口車展示車場 開幕不到一個月 屋頂上竟然冒出熊熊烈火 火勢越來越大 煙霧不斷飄出 弥漫好幾公尺院 哇 好大的火 如果民眾好緊張 火燒得好大 遠遠就看得到橘紅色火焰燒一整排 車場招牌燒到看不見 只剩下鋼筋漏在外面 煙霧甚至飄到5公里外工廠 物處警鈴 車場今年9月才剛開幕 整排進口百萬名車停滿滿 慘招火蛇攻擊 五十年的車子目前還不確定 在這個地方 二月份是領域 九月中台發生了開幕火動 幾艘人員出動大批人力 拉水線升起雲梯車 趕緊滅火 再敲破車窗進入查看 還有沒有人受困在裡面 好險發生時間在凌晨 員工都已經下班 火車也在一小時後撲滅 起火車應該在維修部的二樓 閃視車跟輕車 客戶維修的車輛 大概都沒有受到影響 詳細的起火原因在釐清 初步判定起火點在二樓 燒的是員工休息室 客戶資料統統被燒毀 慶幸的是新車以及客戶維修車 只受到煙燻 不然這下損失恐怕算都算不出來 接著來關章 蔡莊吉林 榮台南報導